哈喽大家好 我是幽灵 欢迎来到全面战争模拟器 这一期咱们把预剑攻击的技能做了一个叠加 叠加了100层 我们来看一下威力如何 直接机飞掉了 身上扎满了剑 太强大了 累了 歇一会儿是吗 好现在进入射程 而且他的这个后座力也是加强了 我们不停的来回弹射 接下来咱们用巨人武士的弹反来测试一下效果 一把剑分散成了很多把剑 虽然可以弹反掉一些 但是依然有队友被击飞了 这个威力还是非常巨大的 我们是一个浮空的状态 并且可以不断的来回拉扯 这样变相的就形成了一个闪避的技能 敌人根本无法捕捉到我们的诡计 靠近你 我就拉回去 我们再来看一下能不能把机甲战士击飞 不能 虽然不能将他击飞 但是可以把他打的往后退 机甲战士胡乱射击 根本打不动咱们的 身上是扎满了剑 不过他防高血厚 目前还没有挂掉 再多扎一些 我去 像个刺球一样 这还有多少血 打的还是挺慢的 主要是靠这个击飞效果 击飞效果还是非常强大的 终于是把这个机甲战士给击垮了 咱们再来看一下超级肉盾可以坚持几回合 来 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五下 六下 七下 八下 九下 坚持了九下挂掉了 咱们再和超红来比划比划 这个剑就追着超红 打中了 超红身上带着这么多把剑 还在不停的追着他 两人在玩追逐游戏吗 这个玉剑叠加的效果真的是非常棒啊 它可以自动产生一个闪避的效果 但是依然没有逃得过这个超红的追杀 咱们接着再来看一下拆坦克的效果 坦克被扎中以后直接就爆掉了 咱们再和奥丁来比划比划 我们被永恒之枪砸中了 赶快丢 丢出去了 奥丁的盾牌都拿不住了 再来一箭 还能承受得住 第三下直接是打飞掉了 看看陈强护盾能坚持多久 哎呦不错呦 挡住了一轮 来第二轮 吃不消了吃不消了 已经倾斜了 第二轮也挡住了 趴下来你们就要完蛋了 这坚持的时间比超级肉盾还长啊 不错了啊 不错了 我们继续来拆 拆工程塔 第一下是打着士兵 第二下是直接把工程塔给拆掉了 还有一个距离较远 我们要慢慢的游荡过来 射程有限 感觉是在洋勇啊 刚刚 已经把姿势换回来了 头上被扎了一箭 穿过脑门都没事 眼睛震得很大啊 愤怒了啊 居然朝咱们脑袋上试一箭 被这把剑打中就是一个刺球 这个最后还给他一点面子啊 没有形成刺球 再和武龙来玩一下 好长啊 再来一条 太壮观了 这又没击中 来再来一下 他是在打下面的小人 速度太快 没跟上 打中就是一个刺球 还有很多人物 咱们就不一个个的去测试了 最后我们和奇遇来玩一下 这个奇遇是有全方位弹反效果的 也就是斯大林模组的那一款奇遇 这个效果也太奇特了吧 弹反出来竟然是这样一个效果 太帅气了 直接把奇遇干掉了 应该是被这个惯性直接打到地图以外了 不行 刚刚没看够啊 我们再开一场 非常奇特的景象 哎 奇遇真的是消失了 没有在这 是这样挂掉的 多一点点给他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啊 好的 咱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会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